時空的解釋 那對後來的所謂的量子力學這部分 它有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那阿因斯坦的相對論說實到的話 你問我我真的也不知道 那這個部分你可能要去請教物理老師 那甚至呢這個甚至要到你物理系的教授 要真的要把他講清楚 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那阿因斯坦可以說是21世紀以來 最偉大的一個物理學家 他的那個理論 他的理論到目前為止 很多的部分呢邏輯上是對的 但是呢我們目前人類還沒辦法發明出相對的